好 那现在我们要开始透过Boldmaster 来控制雕刻机 来这个雕刻整个电路板 那么在雕刻之前 我们必须先把这个雕刻机的电源打开 先把雕刻机的电源打开 他的电源在这个位置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呢 我们再开启Boldmaster这个软体 我们等这个软体打开 好打开以后呢 我们把我们需要的这个LMD 档汇入 我们透过File Import这个功能 来汇入我们的LMD 档 好他会开启我们LMD 档所存在的资料夹 那如果这个资料夹并不正确的话 你可以透过这个资料夹的浏览方式 找到你原来的这个资料夹 开启它 然后再点选我们的LMD 档案 好我们开启 这个之后呢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电路板 载入 那载入的时候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动作 就是要调整这个电路板的一个位置 我们要调整这个电路板的位置 所以我们先移动这个电路板到这个可以工作的区域里面 我们先移动它到这个工作区域里面 那这个功能是可以把这个电路板做适当的移动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电路板放到我们的雕刻机上 我们要把我们的电路板 这个铺铜电路板 还可以使用的铺铜电路板 放到这个雕刻机的平台上 那我们看到现在雕刻机的这个雕刻刀头的位置 是在换刀处 但是我们就不利于我们把这个铺铜电路板放到这个平台上 所以我们先透过这个GoTo的功能 我们先透过这个GoTo的功能 把这个雕刻刀头呢移动到POSE的位置 把这个雕刻刀头移动到POSE的位置 好这个时候呢 雕刻刀头就会慢慢的退到整个雕刻机的最后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准备好我们的铺铜电路板 那因为我们的铺铜电路板 已经事先钻好了定位孔 已经事先钻好了这些定位孔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铺铜电路板摆放正确 跟这个定位孔适当的固定 接下来呢我们用纸胶带 把我们的铺铜电路板 跟我们的工作平台做一个固定的动作 在四边至少在四边都贴上纸胶带做一个固定的动作 以防在雕刻的过程当中 这个电路板翘起 那电路板翘起呢 它就会造成雕刻刀的一个断裂 所以这个固定的动作一定要非常的确实 而且呢要把这个铺铜电路板 跟这个工作平台确实的压紧 好 那我们已经把这个铺铜电路板固定好了 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铺铜电路板上 有一块是已经使用过的部分 因此呢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电路板 把我们这个电路板呢避开这个位置 要避开这个位置 好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所放置的这个电路板 有没有避开这个位置 有没有避开这个位置 所以呢我们看 我们利用这个雕刻刀的这个定位功能 好我们移动到这个位置来 我们让这个雕刻刀头移动到这个位置来 移动到这个位置来 好我们看看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 位在可以被雕刻的这个区域上 好 那我们仔细观察 确实他是在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跑到这个已经用过的这个区域 好 我们可以仔细的看 他并没有用 他这个雕刻刀的位置并没有 位在这个已经用过的区域 表示这个位置是许可的 好那为了 确认其 确保起见 我们看对角线的部分 有没有跑出 跑到外面去 有没有跑到外面去 所以我们做同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在做同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在做同样的一个操作 好 一样 现在的雕刻刀头 一样在我们可以工作的区域内 那表示说我们这样的配置 是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一步一步进行 整个雕刻的动作 那雕刻的动作呢 是透过 这十个步骤 但是呢 我必须跟各位同学讲 其实 透过这十个步骤 那其实这十个步骤呢 并不是每一个步骤都要用 那最常用到的步骤是 二 四 五 七 只有四个操作 二 四 五 七 只有这四个步骤 二呢 是钻孔 四呢 是刨空 四是做刨空的动作 那 五呢 也是做刨空的动作 五也是做刨空的动作 那 七呢 是裁切 整个电路板的板框 是裁切整个电路板的板框 那 因为 因为呢 我们的板子 只有 这个 上层 只有上层的 电路 只有上层的电路 所以 我们刚刚在放置上 我们刚刚在放 因为他是先做上层 先做下层 因为他先做下层 所以呢 我们必须把 我们下层 没有铜箔的地方 先摆在上面 因为 我们的电路板上 我们的电路板上 下层 是只有一个电竹 并没有任何的线路 所以我们的下层 并不需要做任何的雕刻 并不需要做任何的雕刻 所以我们必须 把我们的板子 的一个方向做一个更正 因为有线路的地方 因为有线路的地方 是在 上层 那 他的 雕刻的操作 是先做下层 再做上层 先做下层 再做上层 所以我们必须 确认 我们的板子 这个铜箔电路板的位置 因为我们是做单层板 我们再强调一遍 我们是做单层板 然后 上层有线路 上层有线路 可是下层没有线路 那下层没有线路 因为我们是先做下层 所以我们必须把 有铺铜的那一面 反过来 先把 没有铺铜的那一面 放到上面来 放到上面来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是 第四个动作跟第五个动作 因为是在不同的板层 所以一旦在第四个动作之前 完成以后 我们要进入第五个动作以后 我们一定要先暂停 然后把板子翻面 做翻面的动作 那这个操作等一下呢 我们会连续操作 那各位同学就可以看到 整个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我们先把我们的板子 先把我们的板子 因为我们现在要 我们现在做的是属于下层板 那下层板没有任何的线路 所以我们必须把 没有铜的那一面 先翻到上面来 先翻到上面来 所以呢 我们先 调整我们铜板 我们要把这个铜板的位置 更换过来 所以呢 我们先让这个雕刻刀 我们先让这个雕刻刀 移动到最后方 好 好 那我们刚刚的动作 要再重做一遍 我们先把这一个纸胶带 拆解下 好 我们必须先把纸胶带 适当的一个拆解 好 我们先把纸胶带适当的拆解下 同时放在旁边备用 好 我们把它放在旁边备用 我必须强调 因为我们今天只需要做单面板的操作 那我们的单面板呢 有线路的 是在 上层的部分 那雕刻机呢 是先做下层的处理 所以呢 我们必须 先把下层 不需要铜箔的地方 翻过来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 这一个铺铜电路板 没有铜箔的地方翻过来 然后 同样的照先前的做法 把它固定好 先把它固定好 固定好以后 再用纸胶带 把它跟平台 做一个很好的服贴的一个控制 做好一个服贴的一个控制 我们做好一个服贴的控制 这个固定一定要非常的确实 确实让我们的板子跟我们的平台 确实是很服贴的一个固定 好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的板子现在 跑到这个位置来 那这个地方是已经用过的 那我们要注意要避开这个位置 要注意避开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板子的位置 再移动到另外一边 因为我们要移动到这边 定位孔在这里 我们要把我们的板子 我们要操作的动作 把这个可以操作的范围 移动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移动功能 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上来 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上来 同时呢我们想要看看这样的移动 会不会让我们的板子落在可以雕刻的范围 所以呢我们使用这个雕刻刀头移动的功能 定位的功能 我们利用这个功能把雕刻刀头移动到这个位置 看看雕刻刀头会不会跑到不能雕刻的地方 好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雕刻刀头是落在可以工作的区域上 所以没有问题 那至于对角线的部分 至于对角线的区域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没有使用过的全新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不再去定位雕刻刀头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就确实是没有问题的 好接下来 我们就要开始透过这几个步骤来操作 好那我们说过他是先做上层的处理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做的动作只有 不管是单层板还是双层板 我们要做的动作只有2 4 5 7 最精简的动作就是2 4 5 7 我再强调一遍 我们要做的动作是2 4 5 7 4个动作 不管单层板也好 双层板也好都是至少 也就是说只要做完这4个动作 基本上的功能都可以完成 那再来就是第4个动作到第5个动作之间 一定要记得翻面 进入第5个动作之前一定要记得翻面 因为第4个动作之前跟第5个动作之后 他所操作的这个板层是两个不同的板层 好 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操作的就是 第2个动作叫做砖孔 所以我们把砖孔按下去 然后呢 我们全选 我们把这个电路板整个全选 我们用这个ALL加这个功能 我们把这个电路板做全选 全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电路板的颜色稍微有 有点改变 表示他已经被选取了 接下来我们按STOP 来开始操作 好这个时候呢他们会 这个雕刻机的操作呢 他会要求我们 这个更换 0.8mm尺寸的一个雕刻刀 好现在呢我们就根据画面上的提示 他提示我们要换 0.8mm尺寸的一个转针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提示呢 来更换转针 那我们先把这个夹具头里面 原有的这个雕刻刀取下 那在这边呢要告诉各位同学 雕刻夹具 一定要随时夹着雕刻刀 以保持这个夹具的一个功能 接下来我们换上0.8mm的一个雕刻刀 那这个雕刻刀呢一定要 从夹具头里面一直推到底 确定这个雕刻刀 已经固定好 一定要推到底固定好 这样才可以使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保护盖关起来 好 那我们就按OK 我们就可以按 这个OK来开始操作 好 当我们按下OK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雕刻机开始运转 好当它雕刻完毕以后呢 它们会告诉我们换刀 它们会告诉我们换刀 换成 那 要换的尺寸它也会一并告诉我们 所以现在呢 我们找到1.0尺寸的大小的这个雕刻刀 好我们先找到1.0大小尺寸的雕刻刀 然后呢我们把原来的0.8mm尺寸的雕刻刀取下 先夹好压下金属杆松开夹具 再把刀子取下 然后呢把需要的这个1.0mm的这个雕刻刀 放入夹具头 而且要推到底 好那盖上保护盖 按OK 按OK以后呢 它就会开始操作 好接下来呢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 表示呢 在第二个步骤已经完成 表示第二个步骤已经完成 好那我们就按确定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好我们要做的是第三个步骤 那在第四个步骤 那在我们看这个步骤之前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我们刚刚所钻的孔的位置 所以我们把这个雕刻刀头 稍微移开一下 让我们的视线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好所以我们想要把它往后推 我们就用这个雕刻刀头移动功能 让它往后推 让它往后推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所钻的这四个孔 可能不是很清楚 在画面上可能不是很清楚 不过在这边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它有钻了四个孔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第四个动作 我们要做第四个动作 是要刨空上层 不过因为我们的是单面板 我们的上层并没有任何的线路 所以第四个动作我们是不做的 那第四个动作跟第五个动作呢 其实是一样的 它的操作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直接用第五个动作来示范 那第四个动作 因为它的操作方式完全跟第五个动作是一样 只是工作的板层不同 所以再加上我们的电路板 事实上只有单层 而这单层呢是在上层 所以我们的下层就不做任何的处理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五层的动作 可是在进入第五层动作之前 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 我们必须先做翻面的处理 那为了要翻面 我们必须先让这个雕刻刀头 我们必须先让雕刻刀头呢 退到整个雕刻刀的最后方 也就是pose的位置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这个拆解 我们的电路板 同时做翻面的一个操作 我们现在先把它拆解下来 然后拆解下来的纸胶带呢 先放在一旁 因为等一下还可以使用 那我们先把它拆解下来 先把这个板子拆解下来 然后他翻面是这样翻 是这样翻 是这样翻 左右翻 左右翻 好一样的我们把它固定好以后 在这两个定位点固定好之后 我们贴上纸胶带 来确保我们的铜箔 跟整个雕刻工作平台的一个固定 确确定他是一个 他的固定没有问题 因为在雕刻机运转的过程当中 这个板子是不能移动的 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非常的确实 好我们把它固定好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这个电路板翻面的操作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 第五个动作 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第五个动作 好当我们点选第五个动作之后 你可以发现 这个板层不同了 而且他的位置 跑到对应的位置上去 好就好像我们的板子 刚刚是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要做 这个上层的雕刻 就已经跑到这边来了 好所以这个位置的关系 同学们要观察一下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开始做第五个动作 一样我们把这个板子做全选 好我们把板子做全选 选完之后我们按STOP 开始操作 我们按这个STOP 开始操作 好那根据现在画面呢 他要我们放上这个磕刀 0.2mm尺寸的磕刀 所以呢 我们现在先找出一下 我们的磕刀 好我们先准备好 这个我们的磕刀 好同时呢 同时呢把我们原来 在夹具上的这个刀具取下 取下的动作也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如果这个刀子不剩 掉到这个桌面上 因为这个刀子材料的关系 很有可能就脆裂了 就断掉了 所以刀子的这个取出跟置入 这个动作都要非常的小心 好现在我们放进去的是这个磕刀 0.2mm的磕刀 一样要确认他 推到夹具的这个底部 好 关上这个保护盖 那我们就按OK 好我们就按OK来开始操作 好 为了让大家观察起见 我们先把这个盖子挡开 那也许大家可以透过画面 了解他整个的动作 不过这个画面可能不是非常的清晰 好 好接下来呢 他提示我们 要放上这个刀空刀 1.0的刀空刀 所以一样我们准备好 这个1.0的刀空刀 我们先准备好1.0的 这个mm的刀空刀 先准备好 然后呢 同时把我们原来上面的磕刀取向 夹紧之后再松开夹具铜 确保有这个夹固定好 再来我们把我们的磕刀 刨空刀 把我们的这个刨空刀mmel 这个推入到夹具的底部 而且要确实到达底部 好 那我们把这个保护盖盖起来 然后我们就按OK 让他继续做这个上层版的一个 逃空动作 好一样好 为了让大家观察好 我们还是把保护盖打开 我们还是把保护盖打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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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就是他已经完成了这个第五个动作 那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刀刻刀头退到 稍微往后退 让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稍微往后退 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刨空的一个结果 好 好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 做了一个刨空的一个处理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 我们要进行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板子 裁切下来 也就是第七个Cutting outside的一个动作 好 那一样我们做全选 然后启动他 好 那他就会提醒我们 来换这个1.0的这个裁编刀 所以一样我们把1.0裁编刀准备好 好 同时呢把先前 这一个 刨空刀 适当的取向 然后换上我们的裁编刀 那裁编刀呢我们 裁编刀呢跟刨空刀在外形上非常的像 那有一个 比较的基准 方便大家比较的基准是裁编刀会比较长 裁编刀会比较长 因为他要裁编 好现在我们刀子已经换好了 那 一样我们把保护盖关起来 那等一下为了让大家 有机会能够观察 所以我会适当的把 这个保护盖打开 可是在正常的操作情况下 我们希望呢每一个学员在操作的时候 为了安全起见 要把这个保护盖盖起来 好 我们就按OK 我们就按OK 让这个裁编的动作继续执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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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这个讯息出现的时候 就表示整个动作已经完成了 好 那一样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他整个一个工作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一样把雕刻刀 把这个雕刻刀头往后退 退一点点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地方 有比较这个明显的 这个切割的痕迹 切割的痕迹 好那我们的板子已经制作完成了 到这个地方到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把Bowmaster这个软件关起来 好我们可以离开 好接下来呢 我们为了要把板子取下 所以呢我们利用GoTo 这个POSE的功能 把整个雕刻机 退到最后方 以方便我们把这个电路板 做取下的一个动作 好那我们就要按下去 整个雕刻机就会退到后方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路板 做取下的一个动作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胶带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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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板子 是在这个地方 那他跟我们的 他跟我们的这个母板 这个就是我们的母板 这个是我们的母板 这个是我们的电路板 那我们的电路板跟母板之间 它有一个连结 在这两个地方 它还是固定连接着 所以可以确保说 这个电路板 在雕刻的过程当中不会跑掉 我们怎么取下呢 我们就用手指 把它按压取出 把它按压取出来 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不太好施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 做按压的动作 把这个板子取向 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 雕刻电路板的一个操作说明